行政院长赖清德抛出亭间深奥电厂决议,并指出最近台中火力发电厂也有二座燃气机组正在兴建,承诺2023年第一座机组将会完成,原本中火老旧的1-4号燃煤机组预定在2031年退场,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卢秀燕之一,玩弄文字游戏,打假球,退场不代表初一。 台中市长林嘉隆表示,卢秀燕阵营认为中国只是备用,没有真正平意,这是政府的政策,不要用负面的方式,去扭曲中央与行政院长的宣誓,林嘉隆说,这是国家能源政策,且有具体实诚,符合社会的期待,关于实诚的部分,既然是退场,就是被取代的意思。 台中市可以期待未来,未来中国武士烟窗,将会有两只不再冒烟。 林野披卢秀燕,对于能源政策问题一直刻意扭曲,尤其说空污改善,是因改空污标准,我相信是沿用一致的标准。 媒体也问,政策是否对选情的影响。 林说,随着深奥停止,中国燃煤电厂的退场,当然就是让燃气跟绿能可以上场,这样的宣誓,更确定了2025年中央能源政策可以落实。 现在行政部门是减煤跟减污,不是去减电的公投,连指卢秀燕所谓现在要反空污的公投。 按照那种速度,他要减的污染,也要100年才能够解决。 现在政府的目标早就比公投的题目更进步,也可以更早达成能源政策跟空品的标准。 另外,卢振英也质疑,根据台电108年的预算书,燃气机组到2027年才能完工,赖魁的承诺是在旧选情。 林嘉隆表示,政策会主导预算,既然已经宣示就会达成。 媒体询问台中市政府与中央之间如何努力。 林表示,去年底就跟行政院展开密集的沟通,怎么用燃气取代燃煤电厂。 原来经济部已有一项规划,但是呈托得太久,我们希望能提早到2023年就能进行能源转换,这是地方与中央的密切沟通,也不是最近才进行,只是最近总质询,透过立委的正式质询,让行政院长正式的承诺。 这是一个很大进展。 中央宣示中活有二座人没机座提前退场,被卢秀燕质疑。 台中市长林嘉隆表示,这是政府的政策,不要用负面的方式,去扭曲中央与行政院长的宣示。 记者遇文敏摄影。 分享。